我们呢 我们很遗憾 好 孙教授现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非常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我们就请孙教授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习近平呢 他刚刚结束中东非洲之行 被称为是一路撒钱 那么据我们了解孙教授 您曾写过一封公开信 呼吁习近平不要做这种得不偿失的这个傻事 那么现在看来 您觉得习近平听从您的建议了吗 孙教授 没有 没有听从我的建议 而且呢 加强了对我的监视 今天晚上你们要采访我 他们派了六个公安 破了门 把门砸破 进来不准我采访 那么现在我就拿起刀来 和他两个拼命 他们现在站在外边 我可以发表我的看法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那么关于习近平去到非洲去采访 到非洲去访问 我觉得呢 他这个不应该去大傻逼 所以呢 我就写了一封公开信 目的叫做呢 出房 不要大傻逼 那么结果他回来了 我们才发现呢 实际上呢 这次啊 还是搞了很多的 所谓远柱啊 所谓这个投资啊 实际上是在傻逼了 那么这个情况呢 我倒觉得是这样了 他呢 想搞好一些关系 或者有他自己的打算 这个我们呢 并不反对的 是吧 并不反对的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他这样啊 做的话呢 要考虑啊 这个 他这个过去的一系列的做法 因为中国呢 现在人口很多 很穷 是吧 去这个远租国外的话呢 你要量力而行 是吧 你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你就不要去做那么大的事 是吧 这是我的观点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一带一带也是一个问题 是吧 按照我的看法 就是现在他这个做法呢 实际上就是撒钱呢 撒钱 他这个项目呢 很有良好的结果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的 孙文广教授呢 他今年已经是84岁高龄 没想到呢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 采访的过程中呢 竟遭到如此的这个待遇 遭到如此的这样一个境遇 所以我们对此呢 深表遗憾 接下来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啊 中国官媒称习近平这一次 中东非洲之行叫硕果累累 民间呢 有什么评论 为什么有这个撒币外交 或者撒币之行的这样一个议论呢 胡先生 中国国内的媒体就是共产党的喉舌 在习近平出访的时候就是高调宣传 他到各个国家访问 然后呢 所谓杰出的那些硕果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硕果 无非就是说那些国家很欢迎中国共产党 到那边去怎么说呢 叫这种金元外交吧 把成百亿上千亿的资金投在当地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正好在他做这种金元外交的时候 中国国内爆发了 比如说毒疫苗 假疫苗的这样的事情 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说要推迟养老金的发放 诸多的社会问题的话 它有一个就是非常明确的缺口 就是国内的这个资金紧张 许多老百姓在民生方面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 还有就是最近的那种高温啊 暴雨啊 让各地就是说全面受灾 这个时候习近平投出3000亿人民币 因为你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 中国才就是老百姓捐钱才捐了几百亿人民币 那时候已经是青囊去这样做了 但是中国现在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时候 但是习近平却把大把的民纸民膏向外去投资 老百姓就是已经开始怨声载道 好的 那我再来请教 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 您如何评价习近平的这次出访 以及他的撒币外交呢 这次出访的撒币外交 其实是他上任六年以来 这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向外资本扩张战略的一个继续 到目前为止累计已经超过了一万亿人民币 这个港台美国的说法叫做投资了一兆 其实就是一万亿人民币 这个一万亿人民币这样的规模的往外投资 到底本意是什么 而且不顾像胡佳说的 包括像刚才孙教授说的 不顾本国的国际民生 这样大规模的向外投资 那么五年前 他开始宣扬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 我就说 这叫红色资本的胜利大逃亡 是要把中国模式祸害完中国之后 要祸害全世界 那么他这样一条战略 并不是说他看不懂国内的这些问题 也不是说他不听国内这些有识之士的人的劝告 是他们一条固定的坚持的顽固坚持的路线 这个路线就是通过资本扩张 打破所谓美国的封锁 通过资本扩张在全球与美国争霸 这样一个总体战略它始终没有动摇 不管国内国际民生如何 不管批评声音有多大 所以我不觉得是大家说的他看不明白 是一个很傻的行为 其实这不是一个傻的行为 是一个固定的他们的一个国际战略 这个国际战略的前提 就是建立在美国衰落 然后美欧之间发生分歧 全世界其他的地方美国也在收缩 所以中国要填补进去 填补进去就要用这种撒币外交去收买 当然有很多达不到目的的地方 比方说马来西亚 就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 但是总体上它还是赢得了这些个 相对落后贫穷国家的欢迎 那么使中共的国际势力 进一步向非洲向南美拓张 现在的非洲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州了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撒币是中文一个不雅之词的一个谐音 这是许多中国人以喜笑怒骂的这个形式 来表达对中共金钱外交的这个不满 但是官方不这样看 官方认为以这次习近平出访 撒出的近3000亿人民币为例 官媒认为绝大部分属于投资的性质 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 那孙教授不知道您还在不在我们线上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孙教授 我觉得是这样 中国现在的情况呢 国内穷人非常的多 有的看不起病 有的无法养老 有的无法上学 那么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边呢 到外面去撒钱呢 这个本身呢 它就会激起民间的一种反弹 再说你去投资 你对外部的情况并不熟悉啊 是吧 这个国外的情况很复杂 它国内有两个党 那么还有呢 这个民族问题等等问题 在这个情况下边呢 中国处境投资啊 因为它缺少经验 缺少市场经济的这个头脑 所以它这个投资啊 多半都会这个奢等而归吧 因为它就建这个高铁 高铁在国内有的就亏许呢 是吧 没有几条赚钱的 你现在到了国外 人生地不熟 你能赚到钱吗 能赚到钱吗 又来了 公安又来干扰了 又来了 六个 四个 五个六个 四个五个六个 您 怎么 怎么 我讲的错了 你们听得着 错不错 老百姓很穷 我们不要到北州去撒钱 这些红安 有七八个人了 七八个人了 都听得着 是吧 这个撒钱呢 对国家 对社会都没有好处 都没有好处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 凯尼你到我家来 你到我家来 是换法的 我有我的严格自由 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吧 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 我想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我们美国之音呢 对孙文广教授的这个遭遇 以及孙文广教授 遭到这个不公众的这个打压行为呢 表示强烈抗议 我们继续我们这个节目讨论 美国国务卿呢 日前宣布美国将在亚洲和印度洋地区 加大投资 计划呢 拨出一亿美元 投资于技术 能源和基础设施这个领域 以抗衡中国势力的扩张 我相信许多中国人看了这个消息 会嘲笑美国的 因为多少 大家看到那个金额是多少 一亿美元 因为同中国相比呢 美国似乎太小儿科了 那胡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首先就是 美国政府对于美国纳税人的钱 在实用方面的话 它是有诸多的节制 有诸多的监督的 所以它不能够任意去挥霍 这一点是跟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操纵的 这个可以把老百姓的这个血汗钱 像自来水一样花是完全不同的 再有的话 我觉得美国已经在 就是说 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 所在的这些国家 很多国家 它有它的先期的部署 包括很多地方 还有它的 比如军事基地 其实它已经比中国共产党 经营的时间要长得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中共虽然有很多的投资 但并不会动摇美国 在那些国家影响力的根本 再有一点的话 当年里根总统用星球大战计划 就是催垮了苏联 那现在美国可以高调的说 就要对抗中共的这个 比如说在外交啊 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势力扩展 那么当它投资一亿美元的时候的话 会激起中共的嘲笑 我想不是中国老百姓 而是中共的嘲笑 觉得美国小儿科美国的衰落 这时候的话 中共也可能拿着十倍百倍的钱去摆明 它才是自己才是有实力的 但这种较量的话 那么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联想起 当年星球大战计划最后留下的那个成果 就是共产党的垮台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和孙教授的连线断了 为了孙先生这个本人的安全起见 我们放弃和孙先生继续连线了 但是呢 我们要对这个中共当局 以及中国山东的地方当局这种做法呢 我们表示遗憾 也表示抗议 我来继续请教李先生 有人说呢 大国外交当然离不开金钱来做后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客观的观察这个中共的外交 您认为把中共外交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所谓大国外交 说成是这个撒币外交是一种合理公平的说法吗 我首先借这个机会对孙教授遭受的这种打压 表示愤慨 也表示抗议 也这个请胡佳先生在北京这个注意安全 这个中共现在对言论自由的这种高度打压 已经超出了常人 这个能够忍受的和国际公平正义角度下的任何这个正义可言 这个简直是一种丧心病狂的一种行为 抱歉因为今天主题不是这个 我顺便对孙教授的这个遭遇表示我个人的心情 这个回到你刚才这个话题 刚刚你提到的这个1.13亿美元美国的这件事情 胡佳的这个回应我很同意 我但是呢 我仍然是很担心 就是在中美现在这场贸易战以及全球的这个战略利益争夺方面 我多次说过 中国跟美国政府有两大不同 美国政府刚才胡佳提到 是纳粹人的钱 很有节制 要通过一个一套民主程序 一套科学的程序来应对 这个但是中国政府是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 虽然民间没有钱 但中国政府是超出全世界所有政府的 这种有钱程度 这个是因为多年来这样对民间资本缩瓜的结果 民间利益缩瓜的结果 第二是中国政府可以无限制的 毫无顾忌的压榨本国人力 在这两个前提下 这个美国国际民主势力 要将取得跟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战 以及其他方面的胜利 并不容易 但是这1.13亿美元的投资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相信美国政府和欧盟 以及日本和其他的民主国家 会慢慢地想明白我提到的 这样一个新纳粹红色帝国的崛起 对全球的这种危害 刚才你提到这个所谓大撒币外交这一点 并没有冤枉它 但是呢 它刚刚我刚才也强调 它有它的战略意图 这个战略意图就是 这个反美 然后呢 与美国在全球争霸 然后党国至上 而且一直兵成 自慈禧太后以来的 命与洋人不与家奴的这样一种统治理念 这个是我们怎么说都没有用的 它一直在坚持这条 而且要一条路跑到黑的 好的 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 回应我们几位嘉宾 尤其是回应孙文广教授 然后呢 我们先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 然后呢 我们再接电话 李瑞敏 我们这位网友说 孙文广教授 敬佩敬佩 你是中国的脊梁 希望中国 习近平无论怎样向外撒币 也买不来真正的友谊 那些中东国家比哪个都 那些中东国家哪个都比中国富裕 非洲那些国家翻脸比翻书还快 当习近平遇到危险时 谁也不会帮他 他还有real 他说 撒币呢 就是变相贪污 撒的是国家的币 获得的政绩是自己的 中原不正 他说 如果是富国 请免费医疗 如果是穷国 请停止撒币 删其中 他说 国内愤慨的是因为自己国内的教育 医疗 养老 扶贫等太多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向沙特等富裕国家去撒币 装逼不觉得自己失职吗 国内百姓的心情能考量一下吗 现在我来接电话 听听我们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想法 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孙文广教授吧 如果只是在亚人队 我表示孙先生们同情 和的话 表示一下 我可以亮明我的身份 我是共产党人 我叫孙文明 但是我今天 我说两件事 说第一件事 所以这个有关系 说清朝鲜 雍正 知识的话 梁耕耀大西北 他是发现了种种恶性 清朝鲜在台湾的时候 雍正 知识了 梁耕耀 说雍正是婚姻吗 也就是说 你在单位 是你有时候 就咱们自己可以想一想 说你们单位 如果谁有大事也能 说咱们的话 为了自己孩子 咱们不去花财命的 说只有赵亨打鼎 赵亭开门 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 是一样的 说从武至今 都是 说呀 不能赵亨打鼎 赵亭开门 我就今天说 好的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 下一位 江苏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好 孙教授 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他84岁的高龄 本来可以过着非常好的 非常安逸的生活 可是他冒着被中共当局 挫害的危险 接受自由媒体的访问 发出中国百姓最真实的声音 所以在这里 我们这些青年的知识分子 向孙教授表示敬意 还有第二件事情是 这几天中共的官媒 无论是人民日报 新华社 环球时报等等 都在发表一些文章 这些文章竟然无耻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写 中国的疫苗事件是偶发的 在美国 日本和英国 也发生过疫苗事件 我觉得中共政权 已经败到这种程度 真不知道以后的历史 什么书记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 李伟东教授 我想请教一下李伟东教授 就是您刚才提到 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势力 对于民主思想的 民主世界的这种侵犯 但是中共最有意的 就是用它的庞大的市场 来吸引其他国家 我想问一下 李伟东教授 在你看来 西方民主国家 有没有真正的意识 到共产主义 是你对于民主自由世界的威胁 谢谢 好的 谢谢江苏的李先生 接下来的讨论当中 我们请李伟东先生 回答你的问题 现在有大量的网友 在聊天室里声援 孙龙广教授 他们抗议山东警方 要求当局释放孙龙广教授 下一个电话是上海的唐先生 唐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 中国是现在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那当然是一带一路 是绝对正确 绝对英明的 至于说谁敢不还钱的话 这个解放军不是吃素的 马上我们200架战略运输机 很快就要到完了 两小时之内就可以投送到世界任何地方 好的 每个政府不还钱 我们马上可以上门讨战 另外的话就是说国内的贫穷我是承认的 但是这个和这一带一路没有关系 不要把它对立起来 习主席马上会发这个时间券 万元的新人民币 每人发五张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了 好的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 谢谢您今天用了实名制 其实像上海唐先生这样的观点 我们也不是孤立的 我再给大家读一个网评 傅政辉 他说习近平执政这些年的对外经援 只有总额21%是无偿援助 是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 是一种异举 也是一种责任 其他79%的国外经援 则是贷款投资形式的互利行为 使用的是不能用在国内预算上的外汇 并且并非是以金钱方式给付的 说他不顾国内生计大撒币 完全是不理性的指责 只是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上 应该更加谨慎 免遭物议和猜疑 傅政辉先生 我刚才说他和上海唐先生 表达着同样的观点 有点不太确切 傅政辉先生 虽然他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但是他这里边还是比较理性的 他有他的事实 他有他的依据 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胡佳先生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带一路 因为它涉及的面很宽泛 涉及好像60多个国家 那么从2013年 他提出到现在 已经投入了很多资源 而且承诺的资源就是更多的 那么在他已经投入的这个资源 比如说在印尼所谓建高速铁路 这些方面 我们都是去看了他相关的这个案例 这些项目的进展非常非常的缓慢 而且有些是属于停滞的 也就是说在项目的前期评估方面的话 就没有考虑到 比如说印尼跟我们国家的这个体制的不同 中共要在中国建高铁的话 它可以随时的进行拆迁 然后呢就是征收那些土地 它的修建速度是世界第一的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跟它相比 但在印尼 实际上拆迁这方面 它就做不通 那么许多的这种投入将来面临着 可能会比如说延期 入不复出 或者是属于这种高风险的 那在就说整个的这种投资质量方面的话 我们觉得说完完全全不像是 像民主国家对外投资 或者说私营部门对外投资 那样的理性 在这方面的话 就是可预见的这种损失 已经挂在那里了 但是呢 这辆列车仍然急速地向前 奔驰 利维东先生 你有什么补充吗 我有 关于这个问题呢 民间的看法 民主人士的看法 和官方的看法之间的 这个差别非常巨大 刚才那两位呢 也有代表官方看法的某种含义在里面 那么官方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中国这个人均GDP 升到5000到8000美元这个区间 据说 今年就是2018以后 差不多可以突破1万亿 那么面临着 所谓这个发展中国家 进入中等国家的时候 三大陷阱 中国都遇到了 一个叫做这个 修西迪德陷阱 就是说 这个世界老二 要挑战老大 或者老大要主动 这个一遏制老二的 这样一个斗争态势 第二个就是塔西托陷阱 这个塔西托陷阱就是官方说什么 都被他原来的谎言所覆盖 再没有民间的公信力 第三个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进入中等收入之后 各种腐败 各种这样的东西都呼啸而来 那么中国这三大陷阱 其实自己都掉进去了 那么现在中共是想方设法 要从这三大陷阱当中挑出来 挑的方法 是一种逆反国际民主潮流的办法 比方说 这个修西迪德陷阱 你按理说应该 好好地吸取教训 德国 日本 在二战之前 对这个世界最发达国家 比方说美国 英国 这样的挑战 最后导致自己的灭亡 中国想主动引爆这样一个陷阱 主动像日本二战前那样 去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 在全球去拼命的竞争 这是刚才提到的大撒币 和一带一路的 总体上的战略背景 对塔吉托陷阱 他严重地把自己的国家 变成警察国家 所有的事情都去封嘴 不去解决问题 而是解决提出问题那个人 像刚才对孙教授 我们这几年来感受到的 封嘴的过程 把别人的嘴贴上封条的过程 已经越来越严重 这在应对塔吉托陷阱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他是搞了大规模的反腐 有一定的成就 但是 这个反腐又是 完全选择性的 同时 这个腐败的制度机制 并没有得到完整的遏制 回到刚才这个主要的 投资问题上 我同意胡佳 刚才看到的那几个投资失败 但是呢 战略意图 如果不惜血本的话 也有某种成功 比方说 瓜戈尔加 巴基斯坦 然后在非洲的 吉普提的某种军事基地 在南美 阿根廷西树立起来的 这种太空望远镜 太空监测战等等 应该说中国不惜血本呢 要在国际上杀出一条红路来 还是取得了某种成就 不可小视 需要全面地去观察 好的 我现在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 然后呢 我们接电话 首先是魏迈臣 他说对一个 手无寸铁的巴巡老人 进行黑代补 真的是让人震惊到 无以复加 复达 他说撒币外交下呢 是大陆百姓哀哀的悲歌 杨改兰的悲剧 就是大陆百姓真实的写照 利益集团视自己的百姓 如草芥 靠暴政和撒币 来维持中共的执政 必将导致民怒民怨 Michael Joe 他说习近平胡乱大撒币 是挺蠢的 尤其是国内贫困问题 困扰了许多地区的百姓 有钱扩大内需 安抚穷人 同时还能刺激本国的经济 背后的李 背后的李 他说不管怎样 就像美国有很多穷人 但仍然有NASA 还要向花钱探索外太空 中国也不例外 也要对外援助 但是孙教授 应该有表达自己诉求的言论自由 我们现在来接电话 湖南的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你好 就是中国它就是一个 其情化发展的一个国家 它就是又把那些钱 发现外面就是提高自己 共产党的地位 他们就是把不顾人民的 这个低端人民生活 就是不顾这些 生活在贫困县下的人 就服务 实际上它就是为了 为了去共产党的利益 所以它就是其情化的发展 好的 谢谢 这个造成英雄恢复 谢谢湖南的袁先生 下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 艾先生你好 两位好 两位专家好 我想先问一下 胡佳先生 你说中国在印尼 修建的这条高铁 是没经过 是那个严格的审查 但是日本和中国在印度 也竞争一下高铁项目 但是日本却以中国还低的造价 赢得了这个高铁项目 那么你说 是不是日本也没经过什么严格的审查 日本不是也是一个民主国家 再说 我问一下另外的一个嘉宾 你说中国的这些 是让世界警醒 但是你看美国 打了这几次中东战争 它把成千上万亿的钱 用在武器上 投入到宫东 它造成什么呢 造成难民 造成死亡 它花这么多钱 对世界是有好处的吗 好的 谢谢天津的艾先生 我一会儿请两位嘉宾 回应您的问题 下一位是广东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收盾听得到吗 听得到 您抓紧时间 广东张先生 对不起广东张先生 广东张先生的线路呢 非常不好 听不太清楚 那么刚才呢 天津爱先生 还有呢 像我们几位网友 我们有一位网友 也提出许多这样 也提出一些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呢 这个 好像他们同情 中国政府的这个做法 在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呢 他们有这个 类似中国官方这样的观点 我请两位专家呢 来回应一下 我们刚才这个听众 观众 以及网友朋友们的 这些观点 首先 胡佳先生 您怎么看 刚才天津 特别是天津爱先生的 这个问题 他提到的那个 是在印度吗 就是中国和日本竞争的 印度尼西亚 他好像是说的 印度尼西亚 是吗 这个就是和印度竞争的 不管他是哪个国家 就是这个竞争项目的情况 本身我并不了解 这样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在中国 这些一带一路的投资方面 当然都是国企来参与了 国企很多都是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 他们带有就是各方的这种 比如说在石油啊 什么机械能源 这个信息工程 各种各样的领域的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说特权利益群体 那么在他们对外投资的时候的话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 中国有外汇管制 那只要是你和一带一路挂钩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把一些外汇 就是说投资出去 许多的企业 许多的国企也都在这里边 把他们自己的项目 和一带一路进行挂钩 因为只要是这样的话 银行开绿灯 其他的那些审批部门 也都开绿灯 有时候他们会把高额的成本的东西 也放出去 因为当然这个高额成本 可能有时候要跟地方 就是说跟海外的地方 上的一些官员 搞些贿赂啊 这样的话就打通一些渠道 但同时的话 这也是一个资金转移 和资金外逃的过程 所以我想在一带一路里边的话 有些成本也是虚高的 好的 那么刚才呢 我们一位网友叫背后的李 他说呢 无论如何 他说就像美国的 也有很多穷人 但是呢 美国的这个太空啊 航天 NASA 叫航空航天局吧 应该是 也要花钱去探索外太空 所以他用这个来证明 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可能也是不无道理的 另外刚才爱先生呢 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呢 他不把钱花在援助啊 不把钱花在向外投资方面 但是花在战争这方面 也是浪费大量的金钱 不知道 我来请李北东先生 回应一下这样的问题好吗 李先生 好的好的 这个国内官媒的这种宣传和洗脑 造成了很多人 这个像官方说法一样的 这样来反驳 这个西方世界的舆论 这个我们也见得多了 不光是有这样的网友 报纸也天天在说这样的话 我先回应一个 刚才早一点有一个朋友问我 说西方国家是否警醒到 这种共产主义的价值扩张 这个对西方造成的威胁 我认为现在正在警醒 特别是美国 特别是川普政府一来 这个对于中国的这种 红色帝国的崛起 价值观外交 以及这个重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 这样的问题 全球正在觉醒 但是觉醒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我先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涉及到官方刚才 这个很多网友呼应 说是这个 有钱也当然可以拿来 除了管穷人 也要探索太空 也要开拓国际市场 这个道理上原则说没有错 这个中国的问题 虽然资本的结构 虽然的复杂 这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这个在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上 这个中央政府并没有 拿出足够的诚意和这个认真的 体制改革的办法 虽然有行政性的扶贫措施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 这个贫困人口的造血机制 这个比方说这个数亿农民的这个身份 不能这个去掉被户口束缚 呈农民身份 甚至是奴工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本质上 资本现在是过剩的 无论是资本还是产能 在资本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向国际市场拓展空间 寻求向外投资 从逻辑上说没有错 问题是 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这样的设计上 本身是 把一个古老的 并不存在的经济模式 所谓丝绸之路 国际布局模式 这个非常古老 已经早都过去了 变成一个现实的推动的逻辑 这个首先是 缺少现实经济前提的 是一种在国际市场上的行政推动 这个行政推动 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如何 我们又当别论 为什么有行政推动 是要把中国模式 向这些地区扩展 中国模式意味着 经济 政治 文化 军事 四位一体的这种绑架 抱歉 四位一体的绑架 本身经济和政治目的是为主的 经济 政治目的为主 是跟全球的民主力量抗衡的这样一个目的 中国政府为什么干这种事 如果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去做这种事 其实对人民没有好处 这是中国党的一种意图 中国党正在绑架你们 请你们想清楚这一点 这种一带一路的投资 对所有的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好处 好的 制造了中国跟国际的这种紧张局面 好的 李伟东先生请您休息一下 喝点水 李伟东先生今天是抱病参加我们的节目 他的喉咙长期就是出现问题 所以他不愿意错过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 所以我们请李伟东先生休息一下 我本人和我们现在许多聊天室里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都在担心山东孙教授的人身安危 我现在给大家读两个关于孙教授的评论 金刚吴 他说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孙文广教授看齐 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向共匪说不 李瑞敏 他说请美国之音把警匪骚扰孙文广教授 接受美国之音节目组采访的片段 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再来接电话 河北的张先生 河北张先生你好 河北张先生你好 请讲 中国的一位学者 姓杨的学者 说一带一路创造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我不懂马克思主义 他怎么创造了不知道 但是属于正能量宣传 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 不能说一带一路好和坏 因为我们没有切身经历 但是我们都知道老百姓的议论起来 就这几年那个退休工人的工资一年一年下降 涨得过去 湖温的时候十几 现在是点几 农民收入也不很高 我们希望这个一带一路 能让人民看得到的东西 老百姓才能够欢迎 才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好的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我们就借着河北张先生这个话题 我们来谈谈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和抱怨 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出访 我们知道恰逢中国是多事之秋 有报道说国内官媒的报道 很少提及习近平撒钱的具体金额 尽量回避这个敏感问题 担心引发民众的抱怨 我来请问胡佳先生 为什么民众对当前撒币外交如此不满呢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是经过了将近六年的铺垫吧 从最初这个习近平搞反腐 然后呢他提出了一带一路 提出有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建立亚投行啊这一系列的 就是许多人在开始的时候看到 这是一个像明军一样的 就大刀阔斧的在做事情的人 那么那时候的话 民众确实有一些对他的这个拥护 但是你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惜成本 所有的事情他都不惜成本 无论是对内的维稳还是对外的 其实他在进行一带一路 和各种各样的禁言外交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为了换取其他国家 在人权这个领域上对中国对中共的作为 这些恶劣的作为保持沉默 或者跟他抱团形成一种就是对抗西方的这样的一种 比如说关于人权概念 这个发展权概念啊这些方面 他要重新建立一套他的秩序 至少即使他打不败美国 他也要跟美国分庭抗理 就是说跟世界的主流价值 跟这个普世价值分庭抗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成本太过高昂了 中国的社会问题一个一个的出现 像老兵的这个聚集在各地受到打压 在这个信息时代的话 你是封锁不住那些信息的传播的 那么每一件事情都在给人们心中积累着 这样一种印象 这个国家是缺钱的 这个政府是非常的富有的 税收是非常高昂的 那么当你把很多的钱用在 不仅仅是用在外边 而且现在比如说非洲留学生 大量的招收非洲留学生 就是说数以万计的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 给予很高的待遇 这些待遇的话 和许许多多的高校里边 中国就普通的这个学生所招收的 比如说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生活条件 以及就是付出高昂的学费的这个形成 鲜明的对比 所以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呼声 在网络化的时代 在这个微博微信的 感怕是在这种 也受到严密审查的这些工具上 都开始流传了大量大量 对这些事情的分享和探讨 然后的以及那种 就是说形成一种共识性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对这种习近平做法的反驳 那么共产党也因此而 就是发动了他所有的这种 政治警察力量去进行打压 这个过程的确建立起来 一种恐怖下的秩序 但实际上这是激化在矛盾 好的 我再来请教李伟东先生啊 您身在海外旁观者清 那么据您观察呢 中国的撒币外交 合护他的国情发展和国力水平呢 中国老百姓这个民怨沸腾 大家抱怨合情合理吗 老百姓的抱怨当然是合情合理 这个因为两次分化的问题 习近平执政六年以来 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虽然他有行政化的 刚才我提到 这种强力的所谓脱贫 但是这样的这种集中力量 打歼灭战的方式 并没有改变造血机制 也没有改变社会的分配结构 那么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 各种各样民间上传的视频上 看到所谓城管 这个欺压百姓 然后各种强拆 掠夺土地 这个司法不公 打压上法等等 这样的事情的视频 几乎每天都有 中国的社会矛盾 六年以来不是减少 而是增多了 而且这个烈度也越来越强了 这方面政府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 在这样这个严重的问题的反差之下 他在国际上这么张扬的大规模投资 自然会导致民间的这种批评 讽刺和谩骂 这个都是难以避免的 而且令人吃惊的是 他好像不在意这些事情 你愿意怎么说 愿意怎么骂 都没有关系 他有一点我行我素 刚才你提到的问题是符合中国的经济 经济这个国力吗 总体上看不符合 但是以中国政府现在的有钱程度 和国有企业 有钱和资本过剩的程度 其实是符合的 他要把这个钱投出去 他不想在国内解决民生问题 而想在国际上拓展他自己的 红色政权的生存空间 他有他的逻辑 他有他逻辑下的符合 有民间批评下的不符合 和他逻辑下的符合 谢谢 好的 那么现在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很关心孙文广教授 我们现在已经没法 没有办法跟孙文广教授 他的所有的手机 家里的座机 还有他的skype全部被切断 我们深切关切孙文广教授的人身安全 同时我们也呼吁 中共当局要允许给自己的人民 言论自由的这样一个权利 我们对今天中国山东警方 对孙文广教授的所作所为 感到气愤 并且表示强烈抗议 现在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 我们还有电话 听众观众们等候在电话线上 要求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 我们现在呢 我只给大家读两个短评 然后呢 我们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讨论 希望中国 他说五年的反腐 在民众中心中建立的些许威望 彻底被他自己毁掉了 习近平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地位最低的人 和晋惠地作伴了 迈克尘这是一位支持 这个中共当局的 他说这个政府现在才执政多少年 进步空间还有很大 虽然我们这一代不一定能看到 好 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 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感谢孙文广教授 胡佳先生和李伟东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实时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 达赖喇嘛年事已高 西藏问题面临转折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